上禮拜是單位、組別、升等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我先把它清掉 將來是希望 如果有1234個工作表 四個 那當然最好是一間按下去全部做完就好了 清除的話也是把四個工作表清掉 所以你會發現四個都清乾淨了 那按下去四個都全部做完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上班的話 你如果懂得用VBA 其實會 會輕鬆很多啦 因為很多事情已經做完就不要再做第二次了 就可以一次就完成 那裡面的話當然 這裡好像有一些是不是裡面是格式文字 剛剛看到好像在這邊 輸出的文字把它改回來 如果你是文字輸出可能就變成那個 就是有公式的狀態 那首先其實這一題 他的概念 比較簡單的地方是說 他希望能夠從那個 編號裡面去查到他的單位 主別跟升等 那好像題目裡面有提到 他的編號裡面 那個108就是他的單位 主別好像就是A吧 然後他的升等就是他前面這個 所以基本上以後你們 如果進了某公司 大公司 一定會給你一個編號 那個編號裡面就會有一些訊息 就是說從你的編號裡面可以看出說你是哪一個 單位 哪一個組別 哪一個升等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這做完了 如果你要查的話 基本上就是 先查108 所以我們上禮拜那個 講到 先用MID的函數 所以 以後呢 你要能夠流暢的 把這件事情做到 MID就是抓108 那108怎麼抓呢 從這個文字編號裡面的抓從第幾個 123 第三個字的抓幾個字呢 抓三個字 那你可以看到108就過來了 那108但是他不是要 108這個數字 而是去幫他 幫我們把 108這個單位是哪一個單位 把它查出來 所以查完之後我們第二個 動作就是把108去找到這個 所以這個 如果你是有個 單位代號對不對 然後你要把 A欄的資料是他的單位 要把B欄的東西帶回來的話 那特別主要這邊會需要用到一個 VILLE函數 所以那個工作裡面一定要會VILLE函數 因為這個函數用到的機率非常高 但是要怎麼做 第二個動作是把它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再插入一個什麼 減4與參照函數 最下面一個 叫VILLE函數 也就是我要查什麼 查108 108去哪邊查呢 你可以 按一下F3 那裡面當然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單位啦 因為這個已經之前已經幫你做好了 當然如果 以後如果你沒有做 你可能要自己先建一個單位 那那個單位其實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我們剛剛挖切一下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還記得怎麼建名稱 我們前面有那個 講到有建名稱 把這個範圍呢 叫單位 然後呢 他會在裡面查查詢的話 一定是查D欄 那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要帶回來是D欄 因為這邊只有兩欄 所以輸入2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 我們要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OK 輸入完之後呢 當然你就向下填滿 全部就 一次就全部查完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呢 效率一定會比較高 如果你以前不會做的話 你變成要塗白鱗 慢慢自己看 那這樣永遠做不完 加班也加不完 OK 再來組別的話呢 組別是 A B C 這個其實你可以切到組別來看 組別的話 A B C 所以 也是一樣的方法 我們 第一個還是用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的 MID函數 從這個編號裡面呢 幫我查好像第七個吧 然後 一個字 就A 那你可以看是不是A 4的話 表示OK 第二個動作的話 一樣再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一樣 最近使用過BID函數 把這個東西貼上在那邊查 那查什麼呢 按F3 去查那個組別 OK 所以組別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你如果不知道組別裡面放什麼 你可以再點一下 他會再切過來 我要查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這個在第2欄 所以我就給他2就可以了 那比對方式 完全一模一樣 輸入0 好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點兩下 這個又全部做完了 其實如果你會方法 其實 工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但是你不會方法 真的就很痛苦了 突發鏈鋼 真的不是好方法 因為如果你 不會用這個方法 以前 A 就要去找 A B就要找B過來 那真的很麻煩 複製貼上 光貼就貼不完 而且 你不只一個 還有這麼多個 永遠做不完 所以為什麼有人 永遠在加班 因為他方法錯了 真的 很多每天都很忙 他基本上他沒有摸魚 但問題他是把自己 拿來當電腦用 人腦 當電腦用 當然你會覺得疲倦 所以你要懂得善用那個電腦的一些 方法 讓你的效率提高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 OK 那當然如果你的效率提高 之後 變成你一個人就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 相對的你的薪資才有可能提高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最近政府一直在希望能夠年輕人可以 增加薪水 其實增加薪水不是說一直發錢給你就好了 給你魚吃 倒不如教你怎麼捕魚 OK 其實如果你薪資要提高 我覺得還是有 某部分是跟 你的專業技能有一定的絕對關聯性 你不可能說你 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要 希望有很高的薪資 這個應該不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以為 你們也Google那個薪資 所以把那個薪資這個部分 剛好那個主技處 他有一個網站就是把所有的人的那個薪資 他就做分類 哪一些 所以以後你們也可以看一看 哪一些 哪一些行業別的薪資是最高的 但你也不要幻想說哪一些哪一些行業別 比如說你要做 哪一類的工作一定有高的薪水 其實看起來好像 目前以現階段來看 金融業的薪資好像似乎是最高的 我看剛剛 這個我有把那個 薪資 因為大家其實蠻關心薪資的 關鍵字 那你可以看到薪資這邊 最近那個我們 行政院長也一直 然後主技處 他有一個統計 而且我發現他 他們還蠻 蠻用心的 就是做一個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 個人薪資比一比 你如果一個月多少錢 你排在哪裡 如果你一個月是 4萬塊 你排在哪裡 比如說你總薪資好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如果你4萬塊 你大概排在 就是 你贏了40%的人 OK 那如果說你今天 反正這個只是大概一個 一個統計 因為這個主技處 反正你一定要報稅 像5月份一定報稅 不過你們現在應該不用繳稅比較沒感覺 你父母親比較有感覺 那這個就是全國的統計數字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排在 最前面的 就你們剛出社會 看起來好像大部分人 領的薪水大概是2萬5左右 第二個 好一點的話 2萬9 再來 3萬3 再來 3萬6 一直往上爬 可能會隨著你的什麼年齡 但是年齡不是絕對 有人年齡很大 但是他領的薪水也是停在前面 為什麼因為 他的 專業技能沒有提升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能夠領到比較前面的話 7萬9已經算領到前面了 OK 所以你希望領多少錢 我覺得 應該決定是在你自己 所以 你如果要做及早準備 我是這樣相信 你如果 想要你要問我 排在哪裡的話 不過那也不重要 不過你們應該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但 我是覺得說 有些東西絕對不會天上掉下來的 一定有絕對的能力 就是你一定要有兩把刷子 如果你沒有兩把刷子以後 可能要立足 恐怕還是有點問題 你要想一想說你有沒有什麼 能力是真的 就是有點像你領那個薪水 是 是剛剛好而已 但如果你領那個薪水 你覺得有點心虛 像最近新聞報的比較兇的 像什麼那個 什麼 台北農產公司的總經理 有沒有 他不是 年薪 新250萬 被罵翻了 對不對 一直罵他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他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領那麼多薪水 他 我不知道 他是有沒有這種感覺 如果自己有這個能力 有那個經歷的話 你那個薪水是剛好 但如果沒有 好像感覺就有點虛了 所以前提是 你有沒有那個能力 做那個位置 你那個薪水 當然還有其他 除了個人薪資 你可以看一下 行業 未來哪一些行業比較吃香 我看一下 比如說你現在所在的行業 目前我所在的行業是 假設是 教育好了 教育行業 OK 然後呢 我想知道的是金融的 有沒有 我想知道的 把它點一點 然後呢 是什麼職務呢 是主管職或是 專業職好了 你也可以點非 非專業職 你現在屬於 假設 非專業職你會發現 薪水真的低到一個可憐 那如果你是這個的話 薪水比較高 你也可以點這個好了 如果你是非 沒有專業技能的人 你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告訴你 如果你非 非是這樣子 你可能是一個月領這樣的薪水 但是如果說你是專業的話 或者你是金融的話 你會發現 金融業 領的薪水 這個是他沒有專業技能也領六萬八 可是教育類的工作 沒有專業技能的是領兩萬二 那你好像去金融業 即便沒有 沒有專業技能的 也領的比較多 但是你會發現 連那個教育相關的服務業 連那個有專業技能的也領兩萬六 那如果這個有專業技能的話 領的更多 領十三萬 這是 同一個 同一個國家裡面的那個 兩樣心 所以你以後 要選對行業別 不是說這樣你 一定要進 金融業 不過至少你可以看到 一些端倪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各式各樣 就是說你 在還沒 畢業之前 也許你可以先稍微 瞄一下 這些東西 當然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未來 你們在 出社會之後 選擇行業別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雖然 我是覺得薪資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絕對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 也是一種正向鼓勵吧 比如說你做的事情給你 多一點的薪水 你會覺得 不要有成就感 沒有人說我今天做事情不領錢的 我當義工好了 其實很簡單 如果說你想要 知道這個網站 因為我那時候Google一下 我發現Google那個薪資 大概就有了 有沒有薪資 OK 當然 為什麼現在學校要推這個必修 城市設計 我覺得其實學校有很大的用心 只要你有專業技能 當然專業技能最基本的一定 我覺得城市電腦相關的技能一定要會 當然你還有語言 還有其他 所以如果你其他的東西都補足的話 以後對於你們將來 就業 當然有絕對正面的幫助 所以以後 原資畢業的學生薪資都比別的學校 比還高 為什麼 因為 有 其他學校沒有的技能 然後呢 能夠馬上可以跟那個 整個 這個 這個社會 做銜接 也就比較不會有說我還要在訓練你或之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在 有自己在看 新資裡面 我甚至你們看空一個 他打什麼PPT有沒有 你可以到PPT上面看喔 PPT上面有人討論 討論什麼 他就去調查什麼 所有的那個新鮮人 新鮮人 的那個 就是薪資 甚至還有一則 蠻有名的新聞是 30歲女孩應該賺多少錢 有沒有 很多有趣的討論 不過你們自己再看看 因為其實說真的現在 30歲其實對我們 對整個社會來說已經算成年 已經要成家立業的階段了 可是如果你的薪資不夠 你要 成家可能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部分 給各位參考 你可以打個薪資 這邊就有薪資平台 目前 然後男女啊什麼 其實我大概只有 薪資比較 然後呢行業別比較 等等的 這些其他我都沒有玩 不過我看得出來 政府在 那個 想要 讓大家知道更多訊息 部分其實在這裡其實做的還蠻用心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回到剛剛部分深等 那前面這個字所以 前面這個字呢你不見得一定要密的啦 你用密的也可以不過最簡單的方法你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類裡面的前面 前面算過來就laps laps這個裡面的一個字就好了 就是左邊算過來第一個字 如果右邊的話就write 我們1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呢 他切過來的東西 因為他是一個文字 切過來也是會是文字 那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找升等 升等裡面的話呢這邊也是1 可是問題記得這裡面的1是數字的1 文字的1跟數字1基本上是不相等 所以再把它剪下來 插入最近使用過的VILO函數 把公式貼上 1然後要找什麼呢 找 暗F3 找那個升等 升等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升等裡面是 1 2 3 4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 請注意看一下 因為他是一個表格 所以過來之後的話 他會是長這樣子 大瓜五就正列了 他是一個1 這個1 特別注意 兩個特別注意 上面的1是文字1 下面的是數字1 所以兩個 好像前面是 好像特別講過 這個1有沒有 跟這個1有沒有相等 不相等 除非呢你要把 把這個1 改成這個1 或者是這個1改成這個1 兩邊才會相等 因為文字跟數字 在以色友裡面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 你可能看到是一樣 但是以色友他會覺得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接下來 我們一樣 會 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呢 題目裡面有提到 就是把這個1有沒有 變成 數字1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外面包個什麼 把一個Value Value Value 前刮壺 再到後面加一個後刮壺 那你會發現 只要加了Value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把文字1 改成數字1了 將來查詢才會查得到 所以查的話 查 深等的第2欄 比對方式一樣是0 好 柱磚就出來了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 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 就是 考核 60% 比4 40% 考核在哪裡 考核就在這裡 123 三個成績 三個成績怎麼樣 加起來除以3 就平均 或者Average 123也可以 但問題來了 假是幾分 而且還有A減 所以你會發現他可能不同年度 他用的那個 評分標準不同 所以你會發現 切到哪裡呢 切到 應該是 等級 等級這裡 裡面你會他會告訴你說如果是 假 是不是85分 A減也是85分 但是問題你要分別去做 所以比較麻煩 怎麼辦呢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一 拿這個去查 怎麼怎麼查 然後第一個一樣插入函數 查詢的話 一定用View函數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91年 他的 評比 F3呢 去哪邊查 他要考評有考核 這樣麻煩 不過你可以先選一個啦 反正選錯沒關係 再改就好了 然後 如果不知 對還是錯不知道 點下去就知道 其實不用點啦 你可以看旁邊有沒有 A加 那顯然這個不對 所以 按F3 再一次 考核就對了 那你看一下 這旁邊有告訴你 這優假 有沒有 這個就是 我們 顯示出來的清單 然後我要第2欄的東西 比對方式是0 85分 但是我們需要不是 就是8 我是把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除以3 最簡單方法 平均嘛 對 那可是問題 我已經做一個的話 那你會發現 你其實可以不用重做了 因為這邊 這個是F3的 那下一個是G3 下一個是 是H3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 乾脆拿這個公式來改 因為其他都一樣 只有這個中間的儲存格不同 所以呢 把它複製之後呢 加上 貼上一下 加G3 OK 這邊的話 把它改G3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這個是H 另外一個方法 選一下 然後把它點一下 蓋過去了 我覺得有時候這樣子 來做 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的話 把它改成烤坪 那烤坪的話有個簡單方法 Delete掉有沒有 然後按F3 再加上烤坪 點兩下 或者你乾脆 把G改成坪也可以啦 這樣也比較簡單 那加起來 記得要先加 所以 錢瓜糊 放在等號後面 後瓜糊放在後面 因為先加 再除以3 不然如果你直接除以3 會變成先除 最後一個 然後在前面兩個相加 再把它加 那就錯了 所以 先 先把它刮糊起來 再除以3 打個勾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 我們的平均成績就出來了 OK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Average 如果你不用除以3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 函數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不用那個 加除以3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這個瓜糊要 另外一個方法 像我在雲端上放的 就是 這個公式先減下來 然後你可以插入一個那個平均函數 或者是從 加總這邊有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平均 這邊也會插入Average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在這邊 假設我今天插入一個那個平均數 不過他怎麼沒有跑 或者你插入這邊也可以 在 他應該是統計類吧 或者是你 全部裡面也可以 全部 他是A 開頭的 所以這邊 Average 這個Average 這個 平均 或者你可以 從那個統計類 裡面 統計類 我記得好像統計裡面 也有個Average 就在這裡 Average 然後他是要第1個成績 第2個成績 第3個成績 所以我們把它按確定之後 那其實你可以 把剛剛東西貼上 剛剛我是用加的 不過你可以把加改成逗點 第1個成績 逗點第2個成績 再來就是逗點第3個成績 不要用加的 用逗點 意思說給你第1個第2個第3個 你幫我把它平均起來就好了 中間加逗點不要用加號 好了之後按確定 他一樣會把結果秀出來 OK 哪一個簡單 其實差不多啦 不過 我是建議用Average好了 點兩下 好 這邊的話比4 那比4的話是這一個 乘以0.3 這一個乘以0.7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直接運算就可以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 0.3 30% 就0.3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7 這樣子 7%就0.7 或者你打 70%也可以 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打個勾 OK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合計就把兩個加起來 合計沒有很複雜 等於 這個成績 加 這個成績 打個勾 這樣就算完了 然後呢 名次 這個範圍裡面誰最高 插入函數呢 你可以用什麼 Rank EQ 這個好像我們前面有用過 Rank 如果你要算排名的話 你可以在統計裡面 找到Rank EQ 這個 統計 Rank EQ 按確定 那給他 他的成績 給他 他在這個範圍裡面 整個範圍 所以 選第一個 Ctrl Shift 向下 上面那個是他的成績 下面這個 Ref 是他在哪個範圍裡面 他會告訴你排第幾個人 OK 所以 那不過等一下會向下填滿了 把這個Ref這邊 F4 那其實只要鎖列 其實只要鎖那個 3前面跟4前面按確定 把他向下填滿 成績就算完了 所以以後 如果當這個應該是那個人事部門 他們用的一個範例檔 假設你以後要當人事方面 的一些相關 處理相關工作 你如果不會 類似的那個方法 我看你永遠也做不完 所以特別是 比較會有問題這個地方加Value 那這個是用Average 第一個 豆點 第二個豆點 第三個 然後這個的話是 乘以0.3 乘以0.7 相加 做排名 畫面先 還給各位 試一下把 這個部分先做完 是 那